換公園 要吹嚴 高喊口號還將墨汁往看板倒下 軍公教不滿因為年金制度 成為過街老鼠決定站出來 在軍人節當天早上街頭 從一點開始 分三個地點來集結 包括中正紀念堂 大安森林公園跟228公園集結 分四路縱隊 最後在凱道集會 隊伍軍人就有三萬人 軍公教團體痛批新政府 明明已經承認財政困難 不是退撫基金造成的 卻不斷放任政客名嘴抹黑 我們的國家本來就沒有世代對立 但是被一群人操弄成 年輕人躁動 老年人不安 投資效益率 奇差無比 政府找軍公教開刀 還打算讓勞工領得便少 繳得更多 讓不少工會不滿 也要加入遊行行列 情報不足才是造成未來的年輕 所得的低落 主辦單位預估當天遊行 將有58個團體 大約10萬人發出吶喊 希望能讓蔡總統 在大力推動年金改革之外 不要讓各階層的矛盾 繼續加深 切捲繹康 張超鵬台北報導